回到中森财经晚报 我们来看到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家中的影音视听品质 那市场上对于娱乐音讯产业的需求也跟着增加 当中哪些个股值得留意关注呢 一起来听听专家如何分析 大型演唱会一场接着一场 其中影响设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新品陆续出货 进而带动相关族群个股表现 汉平这8月份的月营收是出现月增19.2% 那跟去年同期比 他则是年增31.8% 至于说今年第二季的EPS 他也赚了一个1.39元 那以今天来说的话 汉平他是小涨了0.3元收在52.9元 不过他盘中依旧是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收盘也是近期新高 那因为他第二季的一个财报 毛利率是26.12元 盈益率是14.5元 EPS则是1.39元 那EPS除了整个的一个跟上一季 出现的一个计真之外 跟去年同期比也是一样 年度增加的一个24% 受惠新机种扑货 汉平今年开发新产品方向 为数位化与跨界整合 开发出实用性 具成本竞争力产品 更与智能语音系统结合 拓展不同路线 整个的一个8月份的营收 除了双征之外 基本上它是写下历史次高的一个 所谓很好的一个成绩单 而且汉平这一档个股 已经连续配息27年 近10年的一个平均 这个股息殖利率也高达 接近6% 5.91% 那它本身是娱乐音讯的一个产业 专业ODM的一个制造商 主要是生产个人的一个视听娱乐用 以及专业DJ用的一个音讯产品 那公司表示原物料的一个价格 是影响获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因为近期油跟铁矿砂的价格 迟直落 持续的一个下跌 所以预估这对整体的公司的一个营收 是有正面的一个帮助 法人预期在营收规模回问下 近年获利仍有机会年正 利品次高纪录 东森财经新闻众号报道